今天底下还要加上 就是底下这一块有点像一个报表 我希望一个Report 放到下面来 告诉我什么 各科的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各科现在没有分开来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必须要先把资料分开来 因为如果你要加总的话 你必须用上 比较快 上哪一个呢 这个 这个因为它现在放在一起 所以不行 你势必要把它分开来 H可能要多个B吧 姓名放A吧 然后这个放B 这个放C 这个放D 有没有ABCD 那有点像是Esser里面的四个栏位 当然这地方是看不到 你要怎么样上B 有没有 就可以得到什么 国文最高分 平均的话就上B除以什么 LEN它的几个人 然后再来最高分就MAX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用什么 用B 用A A的哪一个位置 中国阿虎 然后B底下INDEX 就是去查 INDEX去查什么 最高分那个 就回来就是查到那个人的名字 OK 不过各位有没有特别观察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RUN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我这个程式里面 有刻意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够细心的同学 就会发现了 这边几个人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如果细心的同学才会发现 点过来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几个人 二到九 应该八个人 对不对 少一个人 对 其实我故意的哦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谁重复了 丁小语 丁小语 你会发现 重复资料 但是你会发现哦 在那个字典里面哦 它是无声无息的 也就是说呢 你见Key的时候 有没有 它如果发现一样的Key的时候 它怎么样 下面那个就不会 就是略过了 它不会告诉你哦 OK 所以呢 这个有点像移除重复的 也就是说你把它加进去的东西 里面是不会有重复的 只会出现 从上面算下来第一个 以下的就都不会出现了 OK 所以不会有重复资料 我刚刚讲Key有个概念 unique 就唯一的哦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那但是如果你发List里面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特性 反正呢 它重复List 串列重复就重复哦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瓜五很厉害 大瓜五里面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哦 像什么 像你们可以写一个模拟大乐透吗 开讲1到49号 如果你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乱数产生的时候 没有 那七个号码不能重复啊 所以你如果要不让它重复的话 该怎么做 你可以想想看 试着写一个模拟大乐透开讲程式 执行之后呢 自动就帮你列出大乐透号码 没有办法 想想看嘛 写方法很多啦 其实我记得我在云端上面 好像我写过类似的程式 而且可能用Python写过 用Java也写过 用VPA也写过 都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说怎么写最简单 OK也许可以想想看 乱数码1到49号 前面讲过嘛 Random Random range就OK了 只是说不重复的话 记得大瓜我就可以 好 这也许可以想想看 所以刚刚有提到 不重复的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产生什么 产生下方的资料 下面就这样 这个因为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就直接 带过来 底下啦 其实重点就是 底下城市里面黄色区域 第一个因为我们需要 总共四个栏位 所以 一个字典下方的话 也许我就先建什么 建四个 四个串列给他 ABCD 因为我需要姓名一个放A 然后呢 后面底下的东西呢 就帮我放在BCD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是这个上面 这部分不变 会变的就是底下的东西 所以底下的东西呢 那我就是怎样 我就是在分别 把这个啦 就底下这部分 我先把它copy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有些部分前面有讲过 我就直接 大概来看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必须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key 其实这个key 其实是A栏 有没有 姓名部分 所以我干脆改一个地方 this this key 有没有 直接就帮我丢到A 就是意思A栏就是姓名 那B栏就国文 可是B栏我怎么把国文放进去呢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个可能如果你改了 this key 我这边都要把它改回来 那这个this key 就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OK 那this value 的话 我就不变 this value this value 里面就是 它里面就是国文 其实就等同 this value 里面就放三个成绩 哪三个成绩呢 就这样子 所以我势必怎么样 把this value 读进来之后 用Splitter 切割之后呢 这个放B 这个放C 这个放BCD OK 放三个栏位 所以底下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做什么 做Splitter 所以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this value 里面的东西 this value 里面的东西 做for each 底下就是for each value 就是把这个里面三个成绩 先丢到value里面去 所以它 基本上第一个就抓这个 先丢到value里面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针对这个value 做Splitter 所以value得到之后的话 把它做切割 所以Splitter之后的80 85 70 所以你会发现this 2里面的话 就分别放什么 这三个成绩 OK 应该概念吧 这前面 所以Splitter很重要 切割 那我就把 第一个成绩 this 2里面的第一个成绩 放在B 所以用B点append的 append 就是前面讲过嘛 放进去 放80分进去 然后再放85分 再放75分 所以一直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 那A B C 就全部都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最重要就是 英文数学的分数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跑一下 OK 也许print了 这边也许你做完之后的话 那你就分别print了什么 print了A Printer B Printer C 分别把这里面的资料呢 全部print了出来 那你会发现 假设我大概print了这两个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它结果就长这样了 假设我print了这个姓名 然后 国文乘积 所以之后我要加总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sum B就是总分 然后sum B就是这个国文乘积的话 那除以它的LEN就是它长度 刮弧B就可以了 所以国文总分的话计算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国文分数 一样我print了一个分格符号 然后呢 国文的总分 跟平均的话 这前面有讲过了 一个整数跟小数点到第二位 sum B 然后sum B除以它的总共几个人 OK 再来最高分的话就是max B 姓名的话就是前上 好像上礼拜讲过吧 就是A的哪个位置 就是B去找一下 index 找什么最高分那个的index位置 然后丢回来给我 那就是那个人的名字 所以国文一样的方法 再来就英文数学 利用同样的方法 因为这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把前面的那个范例 稍微再看一下 就分别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列出来 多一些 多这个print 这个print的话再把它注解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刚刚讲的这上面部分 那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是方法一 另外呢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方法二 什么叫方法二 其实我在云端上有放 底下 可以把它变三个字典 三个字典 所以刚刚是一个字典 加四个串列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你可以找字典 其实第一个字典就放国文成绩 第二个字典就放英文成绩 第三个字典就放数学成绩 但是它一定要有Key Key Value Key Value 对 所以DICT-1 国文成绩 每一个其实前面的Key都是姓名 后面Value就是国文 就是成绩不一样而已 国文 英文 数学 OK 一样的方法 分别把资料放到ABC 所以这边其实最后 我的喜欢还是把它放在串列处理 只是说上面不用宣告 直接丢 它就是那个串列 底下部分呢 其实结果也是一样的 只是会看起来有什么差别呢 程式看起来比较简短一点点 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还记得 这个如果写完的话 它的那个 这个是写了大概三十 二十九行吧 如果我用方法二的话 大概只有写二十一行 你们就差一些些地方 至于有什么差别 我想请各位稍微比较一下 那我是把那个 程式放在那个第四十三页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字典部分的话 主要就让各位了解 如何从档案读到字典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从 网路 从云端 从任何地方 资料库也可以 把资料一样读到字典 那之后怎么处理 处理完之后把结果绣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当然未来还会配合那个 下个单元的资料库 所以这个讲完 再来我们如何把资料 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可以再做后续的处理 其实无论如何 反正将来所有东西 一定都放资料库 不管你要产生任何爆料 或者是后面的所谓的图表 统计分析 大部分其实都会把这个资料 先放在资料库 我想是第一些 所以前面讲的 所以前面只要有做过的任何资料 其实你也都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再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这个范例 那这个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就要继续来看资料库部分 在45页的部分 好 还真正 还是 无 性 可 准备